乞讨男孩一次被拐,微博微信网友转发求救。 乞讨地点反复变换,到底是网络救助还是故意作秀? 如何才能找到被拐男孩?谁会是操纵乞讨儿童的幕后黑手?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,寻找被拐男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微博微信疯传疑似被拐乞讨男孩求助信息,但被拐地点一直在变,最终有人声称被拐男孩就在深圳。 在深圳有一个带V的网友,他发出的那一条被转发了,有八更多条。 然而,网上的微信仍在持续转发,这个男孩究竟在哪个城市? 从2011年开始,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荣教授就在微博上开设了《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》这个活动。 微博引起了全国网友和各地公安部门的关注。 网友们纷纷把这个乞讨儿童的照片传到微博上,希望家里边有孩子失踪的父母,能借此信息找到他们的孩子。 前一段时间,不管是微信的朋友圈还是微博,都在疯传一个小男孩跪地乞讨的图片。 因为担心这个男孩是被人拐卖,被人控制去乞讨的,一时间网上掀起一股搜救乞讨男孩的热潮。 但是随着热心网友转发活动的持续发酵,大家发现这个小男孩出现的地点居然有十多个版本之多。 那这个小男孩究竟在什么地方? 他遭遇了什么呢? 通过网络的转发,大伙会找到他吗? 从网上传播的图片中可以看到,这个牵动了众多网友的新的孩子,是一个身穿黄色短袖剔裙衫,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小男孩。 在这个小男孩跪地乞讨的图片上还配上了这样的文字,这是我在喷水池的地下通道拍到的。 已经看到这个小孩很多次了,他不停地在磕头。 我怀疑他是被人拐卖来的孩子,请求大家扩散一下。 但是,由于拍摄者并没有明确指出拍摄地点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陈州、宁波、贵阳等很多地方,都成了网上盛传的这个小男孩所在的城市。 通过初步的网上核查了,就发现,这个小孩不但是在深圳出现,好多网友都转到北京、温州、广州,各种地方都有。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,陈坤、舒淇、任志强、宁静、徐晓平等微博大V,纷纷转发微博,加入到寻找乞讨男孩的队伍。 短短的三天时间,全国几十座城市,近百万人都在为这个孩子揪心。 然而,这个男孩到底在哪儿,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。 有小孩被拐卖,这一微博一发出,立即引起了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局的重视。 刑事侦察局,又称CID,由于有实名认证网友明确表明,小男孩乞讨的地点是在深圳,深圳CID立即跟进调查。 深圳警方一方面在网络上继续追踪核实信息来源,另一方面,他们联系了打拐中队,在全市地下通道进行拉网式的排查。 我们就对照片上的这些地点特征进行了一个核查,在我们这个支队公共关税部门的这个潜力支持下,也发现这个地点应该是不属于我们深圳的。 通过对乞讨男孩照片背景的仔细对比,深圳警方没能找到相匹配的场所。 小孩所处地点很可能不在深圳,如果小孩不在深圳,他会在哪儿呢? 由于地点的不确定性,在网上很多人也对这条信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,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有人策划的炒作消息。 微博名人任志强转发消息说,怎么出现在不同的地方? 网友枯竹朽木说,这个照片我已经见了十一二次了,难道我眼花了? 而网友翻到一号说,建议删掉这些不实微博,以免误导网友。 如果网友对这些时间地点都不明的这些信息,这些照片进行一个转发的话,影响了我们公安机关正常的办案。 在确定了小男孩不在深圳之后,深圳CID继续在网络上搜寻小男孩的信息。 通过调查,深圳警方有了重大发现。 初步核查出了一个结果,就是发现这个小孩呢,很有可能是在贵州出现。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? 因为我们核查到了,比较早网友转发的那条里面有一个信息,是在喷水池这个关键事。 通过网上微博的搜索,深圳CID发现,最早发布小男孩疑似被拐信息的微博,是在5月2号上午11点,由网友孔美希发布的。 通过网友孔美希的微博可以看到,他发布的信息用的是第一人称,而且他明确指出了小男孩身处的地点,为喷水池地下通道。 寻找一些跟喷水池有关的图片、线索,进行初步的比对。 就里面有一些特征,跟我找到喷水池那个地方的那个实景照片呢,是比较有点吻合的。 我们这边CID微博就发出第一条信息,就是怀疑是在那个地方出现。 在大体确认小孩是在贵阳的微博发出之后,公安部打拐办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,并且联系贵阳警方进行协查。 与此同时,很多贵阳的热心网友也跟深圳CID微博取得了联系,并且到现场去找过小男孩,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。 这个网友呢,就是他曾经见过这个小孩,他呢,非常积极,非常热心,就马上到了这个喷水池这个通道,按照我们的要求,给我们发回来了好几张照片。 这个照片一回来,一比对之后,通过几个关键的要素发现,这个小孩就是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,这个照片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。 通过对比热心网友拍摄的贵阳市喷水池地下通道的照片,和一次被拐小男孩的照片可以发现,图片中的几乎所有细节都是吻合的。 被井标志一致,地砖接缝一致,井盖锁孔一致,铁板上的乌痕一致。 通过这些特征,警方断定,小男孩一定在这里出现过。 那么,小男孩现在在哪呢? 在确定了小男孩身处贵阳之后,贵阳警方立即展开寻找。 发过这个同胞,真正就是来下去,发现有这种见面,流浪其他,我也可能。 贵阳警方经多方寻找,终于在5月5号将小男孩找到了。 在贵阳市云岩区的严重派出所,110街警市,记者见到了这个,在喷水池跪地乞讨的小男孩。 此时,他正和两个同伴坐在一起。 乞讨男孩疑似被拐,微博微信网友转发求救。 乞讨地点反复变换,到底是网络救助还是故意作秀? 被拐男孩究竟有着怎样的家庭? 到底是否存在操纵儿童乞讨的幕后黑手?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,寻找被拐男孩。 小男孩说,他叫高金刚,今年13岁,老家是贵州毕竭的,他跟着父母在贵阳打工有8年了, 而且他说他要饭乞讨这件事,他家里知道,这让记者很吃惊。 他家里知道,知道怎么不管呢?高金刚是怎么被人找到的呢? 当天早上,高金刚正要去贵阳北路和延安中路的交叉口要钱时,被一名警察带到派出所。 三个孩子都是十二三岁左右,他们本来是相约去乞讨,没想到被民警给遇到了。 每天就是没钱用的就去乞讨,要的每天的要的这个资金大概通过乞讨大概一两百块钱,或者是更高。 在询问过程中高金刚承认,自己就是被网上传的乞讨男孩。 这照片上是你吗? 是的。 你在那干嘛呢? 你在那干嘛呢? 在那干嘛呢? 但让民警感到十分不解,这些孩子没有手机,也没有身份证,不能去网发上网。 他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就是网上被传播的乞讨男孩呢? 你有手机吗? 咱我们朋友他们是这什么朋友的。 什么朋友没看的呢? 没什么也是他们的。 高金刚说的这个朋友,不但给他看了照片,而且还帮他改变了衣服和发型。 我当时穿个黄色衣服,他已经换给了别人,然后他从中换了那衣服, 头发自己剃的乱七八糟的,像你狗肯的那样,就是为了躲避,就是让别人认识的。 高金刚说,即使不愿意让别人认出他的,并不是他自己。 高金刚说,是一个外号叫小矮子的人,强行给自己剪的头发。 小矮子不仅经常殴打他,而且常抢高金刚乞讨得来的钱。 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,帮助乞讨儿童改变装扮,抢他们乞讨来的钱。 民警怀疑小矮子是否就是操纵儿童乞讨的幕后黑手呢? 随后,民警来到了贵阳市的枫阳路狗肉粉店。 然而,几经查找,民警没能找到小矮子。 民警表示,将对此事进行进一步调查。 把民警说,其实和高金刚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 早在三年前就曾把他带到过派出所。 之后,也有不同的派出所多次把高金刚送回家里。 那么,高金刚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? 他的父母又都在哪儿呢? 在民警的帮助下,记者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高金刚的父亲杨吉贵。 杨吉贵说,高金刚原来叫杨兴潮,孩子曾经任一个姓高的人做干爸,之后就一直改名叫高金刚。 杨吉贵和妻子从老家织金县来到贵阳后,夫妻俩靠打工为生。 但去年三月,杨吉贵的妻子连招呼也没打,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家,从此再也没回来过。 儿子高金刚也是在今年正月初三离家出走的。 高金刚从年初离开家后,就再也没回来过。杨吉贵每天去打工,家里留下六岁的妹妹,没人照顾。 2014年6月13号上午,在云岩区公安分局民警的协调下,高金刚所赞助的贵阳市普天社区也积极地行动起来,帮助他联系了一家民办学校。 他的这个现在家庭情况比较困难,那么他的学习的费用给他全免,他在学校中午的话呢,可能还牵涉一个就餐问题,就餐的费用也给他免了,也就是说至少他在学校这一块,他的这个所有的费用不用出一分钱。 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及社区的工作人员一道,把高金刚送到了学校,学校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整套学习用品。 现场老师为他戴上了红领巾。 现在你就是我们学校三二三的同学了,漂亮,好好学习啊。 记住啊,知识感觉明明,漂亮。 我们要对这个孩子一年级到二年级的这个基础知识,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。 比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心理问题,孩子的心理问题,因为他毕竟这么久了,没有上学了, 所以我们需要的话,做一个完整的心理辅导。 微信和微博疯传乞讨男孩所引发的热点事件,到此已经告一段落。 但我们应该看到,由于发布者信息中乞讨小男孩出现的地点不确切, 网友的转发出现误传,导致全国十几个城市同时发动警力寻找, 不但浪费了警力,也影响了对小男孩的救助时间。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公众朋友,就说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, 在发布微博或者微信的时候,一定要讲清楚时间,地点, 明确我们那个发布信息的真实性的内容, 以便我们公安机关这些公共资源有敌方式,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 高金刚回到了学校,但他能不能回归正常的生活? 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 这个随手拍的活动,他的初衷本来是通过大家对乞讨儿童拍照, 然后上网,让那些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去辨认。 可这么做呢,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。 比如说犯罪团伙,他们也会在网上看到这些信息。 等乞讨儿童的爸爸妈妈赶到当地的时候, 这孩子可能已经被他们转移了。 而且,这些犯罪团伙,为了避免孩子被别人认出来, 很可能对孩子进行二次伤害,比如说毁荣。 既要解救乞讨儿童,又要严惩犯罪分子。 正确的办法是,您发现了乞讨儿童之后, 拍照可以,但作为证据,然后立即报警。 经过公安部门同意,您再把照片发布到微博上。 随手拍打拐本来是一件好事, 千万要小心,别好心,犯了坏事。 我是卢一鸣,明天见。 一夜之间,养蜂场突然丢失三十多箱蜜蜂。 是谁偷走了蜜蜂,又为何要盗窃蜜蜂? 警方抓获盗蜂人,从犯却为何大闹煮饭假? 盗蜂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?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,谁动了我的蜜蜂?